鲜甜的高丽菜当中 包着甜甜甜的馅料 尝得到那种绵密的芋头 香菇的咸香 还有带着颗粒口感的红萝卜和玉米粒 丰富的口感和色香味俱全的摆盘 让人食指大动 十多年前 姻缘际会走入慈祭的 陈兆丽云师姐 在参与了各种志工之后 体会到用心最重要 现在青春派健康对咱来 来欢迎我们这一位 她为了爱去种田的千金小姐 我们的益云师姐 师姐 您好 派众师姐好 全球代台的观众大家好 我们刚刚讲说为了爱 就让一个千金小姐 很想要去种田 对 我要跟大家说 师姐小的时候 她的爸爸对她还真的是培养得很用心 在你那个年代小的时候有学什么 八六五 你看 八六五 师姐 不好意思 我现在可以问你今年是方林多少 七十一 八六六 吓一跳 七十一 你当年是住小时候是住哪里 住那个台南市的林泉路 已经是台南市 我的梁教是台南市 台南市是文化古都 本来也就是说对于这种文化艺术上面 其实那还去学什么 赢奖比赛 赢奖比赛是在学校 高中的时候 好 所以你也算是在学校里面 这个是长得又漂亮 然后又多才多艺的风云人物 应该胜高兴 感恩 结果 请问那个让你去种田的那一个人 他是什么时候认识的 高中的同学 各位 读高中就恋爱 恋爱之后就去种田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也是很好奇 那我们就让师姐先来介绍 她今天要做的是什么菜 今天做那个益香蔬菜卷 益香蔬菜卷 好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益香蔬菜卷 要准备什么样的菜料跟调味料 益香蔬菜卷 材料有芋头一颗 高丽菜一颗 香菇树朵 红萝卷半根 玉米粒一碗 苏茶鹅适量 芹菜少许 枸杞少许 调味料有 盐三匙 砂糖三匙 香油少许 香菇粉三匙 胡椒粉三匙 苏蠔油两匙 太白粉少许 橄榄油两汤匙 好了 我们看到的这个材料跟调味料 我们就要来欣赏我们这位 陈赵丽云女士 她要来做这个爱的料理 然后再说她的爱的故事 好 那你首先要这个都要切一下 对 玉米是我们要我先蒸好 蒸熟之后就要拌这个 对 拌两汤匙的 两大匙的油 这个蒸熟之后就趁热把它压碎 对 然后我用一点盐 一点点盐 你小的时候是念台南什么学校 你们那个商业学校 其实以你这个年纪来说 在很多地区的女生 都不会念到这么高的学历 对 其实是不是台南市的人 会比较重视这个教育 不一定 因为爸爸比较重视 你爸爸 对 爸爸很疼我 这一生对你影响很大的是爸爸 对 好 那把这个 把这个调味料都放进去 然后把它抓匀 对不对 对 然后高中念商校的时候 就认识了一位同班同学吗 没有同班 同校 同校 算是年纪的 对 同年纪 同年的 因为那时候有那个合唱团比赛 男女的 男女一起参加合唱团 对 对 写那个语言代不是很保守吗 对啊 很保守的话你们是在合唱团认识的 对 然后他就追你 对 他就写字条 怎么追就写字条 对 约我去看电影 太过分了吧 这么大胆第一次写字条就约看电影 第一次字条是什么 小姐我可以跟你做个朋友吗 那个老一道 你认识他嘛 对不对 那时候 对 有看到他在注意我 你们在念合唱团的时候 你竟已经知道这个小姐 一直在看你就对了 对 那后来他请人家传字条给你了 他自己拿给我了 自己拿 对 因为我们同校嘛 他看到我走下 对 以前都要请同学转 他就在这里给你了 对 他不敢请同学转 请同学转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他怕人家知道 他怕人家知道 干脆直接来 对 这个人是行动派 对不对 然后上面的打开来一看就是 我可以请你看电影吗 对 就直接就这样讲 第一部电影是那个《茶花梨》 外国片 对 然后 那你怎么回答他 这个给他说 这个《芹菜梦》也放下去 你看你看真的是 听到这种 其实老一辈的爱情故事还蛮甜蜜的 那个感觉跟现在不一样 这个已经是 这个是烫熟的 烫熟 一片片烫熟 对 那这个梗太硬了 我们就把这个梗弄掉 梗把它取掉 其实它这些全部都已经切好了 你们是孕商校 所以你们都是学商的吗 对 所以都是学商的 那他说要请你看电影 你怎么回答他 你都要离 就是他不可能 你不可能当场看自己了吗 对 回到 就晚上几点嘛 在那里见面 你就要去了 那 一起看电影 然后有没有 有没有 很尴尬啊 对啊 他拿了口香糖 一片给我 我再还他 再一片给他 这样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两个人就这样子 口香糖递过来递过去 对对 没有讲话 然后看完电影就三会了 对啊 就三会就回家了 就回家了 那那个是一个好的开始 就是了 对不对 买一点盐巴 要调一点味道 对 那时候是高级啊 高三快要毕业的时候 已经高三了 其实听良心讲 确实高三已经 20岁 懂得要谈恋爱了 对不对 对 然后 那其实那个过程就有在继续 就是继续在交往了吗 对 这个要放哪里 就是 要放进去 对对 因为那时候毕业以后会去 毕业以后 对 他妈妈就请 那个没人到家来 他已经 动作真快耶 因为他们 他们那个乡下的人 都很早结婚 他们是台南人吗 台南县 然后就把这个 好 他妈妈来派人来 请人来说 对 那你知道他们家是做农的 那时候我也不晓得 他们就说他们家有三甲土地 我也不晓得 三甲土地多少 多大 我都不知道 三甲土地很大说 我不知道 地主 然后爸爸也知道吗 爸爸也搞不清楚 他们都不大同意 爸爸不同意 对啊 他说去那边做食会很苦 其实爸爸知道 对 爸爸知道你是你自己傻傻的 也搞不清楚什么回事 只知道大家有三甲土地 那爸爸其实是有 有探听了 你爸爸是心疼 怕你去受苦 对 爸爸不答应 对 不答应 我要是你爸爸 我也是会不答应的 因为不敢 对 对啊 因为千金宝贝又学芭蕾舞 又学民族舞蹈 然后怎么可能说是 嫁到乡下去种田 那结果怎么办呢 就做啊 就三点半就起来煮早餐 不是 你怎么答应的 爸爸不答应 后来就是有那个亲戚跟他讲说 你如果不答应他们 如果失奔怎么办 他是想不开怎么办 我听了一个 因为那个亲戚刚好有一个女儿 也是发生这个状况 也是发生了就是 是失奔了 家长不同意他们的恋情 他们就小两口失奔了 对 其实很想嫁给他 对啊 所以 因为那时候他很忠厚老师 师兄很精进 大家都自己恶恶了 对吧 还不错 嫁得好了 好 然后这个 这个然后去蒸 蒸熟了之后还要做什么 蒸熟了就勾个芡 你看看要放多少 勾个薄芡就好了吗 这样子 差不多 差不多吗 好 然后这个就叫做勾一个 水晶芡 换一点 还会比较有颜色 其实刚刚在讲的就是说 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对不对 可是师兄当兵回来 你们两个人两夫妻就一起 就在为生活家庭一起来友伴 这样一起打拼对吧 对 做了很多事情 然后那时候就还在继续种田吗 对啊 那是那个祖产 是祖产 只先留下来的 那后来什么时候转了 转了 那个后来就年纪比较大 孩子比较大了 那个师兄就到台南去 台南市 对 然后 谢谢了一点水 来 我来帮你调水 到台南市之后改了行业吗 对 对那时候就在那环球水泥 做不一样的 对 做什么 就那个开车 开那个环球水泥 连结车 其实那时候你就不需要再 那时候我在开棉龙宴 对啊 对你还有一段事 你不会没法嘛 但是你去学 对 我在那个乡下的时候 就有人跟我 和我开店 然后就一面做一面学 其实你很有 听说你还蛮有生意头脑 很会做生意 对不对 然后美容院现在还在继续吗 没有 那个拆路了 就这样 所以其实这样子 家里面夫妻两个人也就 就是生活就过得越来越平稳 对孩子就很大了 所以你看 就把这个爱就包在里面 好 那么你再来为我们做一个什么料理 鲜菇会 鲜菇白果 鲜菇会白果 这是很营养的 我们来看一下要准备什么样的材料跟调味料了 鲜菇会白果 材料有新鲜香菇适量 红枣拌碗 白果拌碗 姜少许 调味料有 素沙茶一汤匙 素蚝油一汤匙 冰糖一汤匙 酱油两池 地瓜粉少许 好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就很特别了 那首先这个就是新鲜的 鲜菇 一般新鲜的都比较厚 对 有的比较薄 除非买到薄的 对 对不对 切成这样 然后呢 烫 烫一下 对 烫一下就变这样 对 它真的会烫下去这样吗 就刮起来 真的刮起来变软了 对 好 然后再来做什么 然后就在切花 在反面的地方切花 切什么十字花 切那个刮刮 就像那个 酥流鱼这样 然后呢 我就用一点那个 那个粉 让它连住 对 因为等一下 你要去炒 然后用这个给它固定 如果不固定它就不 刮起来 对 它花就会开掉 就变成这个样子 一球一球的 对 这个其实很简单 很好吃 很好吃 很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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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现在我们就要来焦了 焦仙菇就是焦这个 对 好 好 我们那个炒一点姜末 把姜末爆香一下 好 这样比较有那个香气 是 然后那个炒那个 沙茶 沙茶这样 对 沙茶这样下来 所以这个算是一个 比较有味道的 对 比较有口味比较重的 好 算是比较重口味 好 然后 再来一下 然后我们就放一点那个 在上面 这个蚝油 谢谢给我一点水 好 来 水 水 水 所以这个速度也很快 对 这个很快 像这样子的菇菇 我们可以把它先 先弄 一颗一颗做起来 然后冰在冰箱也可以 要那个话再用 好 那这个 这个也可以厌克 对 因为它有这样子一个 还有那个 黄枣 放几颗红枣 对 好 然后这个是竹角 白骨 白骨 白骨跟鲜菇是竹角 那就让它焦一下 就让它入味一下就好了 对 放一点那个 焖糖 焖糖的 嗯 好 我还要勾一点芡 来 让它的汤汁 比较连着在那个 连着在那个 对 那个菇上 好 这个一定是要勾芡的 然后一点点就好了 对不对 不要太黏 对 对 一点点就好 然后再来就是 我们就可以 我要拿一个 这个给你 好 我很想吃 非常好吃 对不对 然后我们起锅的时候 要起锅的时候 就可以把这个叉子拿掉 好 上锅的时候 我们就要把它拿掉 因为牙签未来要固定 好 那我如果说把它好 我现在拿一个锅来 好 而且 而且现在炒锅以后 我拔掉它也不会 是不是因为你里面 刚刚抹了那个地瓜粉的关系 对 它就连在一起 对 它就连在一起 对 然后 有没有入味 好硬 又硬又脆 这个要 又快速 然后又简单 然后呢 自己吃或者是如果你要艳客的话 稍微再把它摆一下 真的很好 好了 所以说我们就在那边看到这个 你看 清清小姐 她还是可以成为一个万能的师姐 对不对 感恩你也感恩师兄 芋香蔬菜卷 做法是将芋头蒸熟倒成泥后 加入两汤匙的橄榄油 一匙盐 两匙胡椒粉 两匙糖 一匙香菇粉 搅拌均匀 香菇 素茶鹅 红萝卜 芹菜切末 起油锅放入香菇爆香 再放入其余切末的食材续炒 并且用一匙的盐 砂糖 胡椒粉 香菇粉调味 起锅跟芋泥 玉米粒拌匀成为馅料 将烫熟的高丽菜 先去梗之后 再包入馅料 接着蒸熟摆盘 在锅中倒入适量的水 再加入两匙的酥蚝油 一匙盐 一匙香菇粉调味 接着放入枸杞和太白粉水勾芡 最后滴少许的香油 起锅淋到高丽菜卷上面就可以了 鲜菇会白果 做法是香菇稍微切薄之后汆烫 再去地切花 接着抹上少许的地瓜粉 卷起用牙签固定 起油锅爆香姜末 放入素沙茶 素蚝油和适量的水拌炒 接着再放入其余的食材 和调味料炒至入味 最后再用地瓜粉水勾芡 起锅之后取下牙签就可以了 这一片的绿树呢 这样有水吗 这里就是台南东区的巴克里纪念公园 可是你们相不相信 在当初竟然是一块充满着杂草 还有废弃物的垃圾场 后来是在2004年的时候 经由里长还有李明 他们的共同努力之下 将这一块地变成了你们 以前所看到的这一座美丽的公园 而且还获得了国家卓越建设奖 很棒喔 好啦 欣赏完了美景之后呢 稍后来 我就是要带你们来 去台南东区品尝美食喔 走 今天要带你们来品尝的美食 就是臭豆腐啦 这家臭豆腐已经开了八年多了 最大的特色就是老板坚持采用 当天现做的手工豆腐 新鲜 新鲜 因为我这个没有加防武器 都是当天把它卖完 就早上拿到就发酵 三个小时之后 下午就开始卖了 最后要穿到半岛啊 但是找到这个老板就是 他因为用手工的下去做 跟一般老豆腐不一样 他就是说很绵啊 很软 很有弹性 咬起来的话 很容易入喉 因为使用植物浸泡 加上发酵时间较短 料老板的臭豆腐 味道并不会过重 而在他的心中啊 臭豆腐要炸到怎么样才算是好吃 也是有一套标准的哦 我觉得吃这个比较不会腻 表面一层就是酥酥的 里面还是软的 这样才可以吃到豆腐的香味 我是他们这家店的老客户 我觉得他们家的口感就刚刚好 就是表皮酥酥的 然后里面很绵密 就是跟一般的臭豆腐 吃起来感觉差蛮多的 炸至金黄的臭豆腐 光闻味道就让人流口水了 外层微微香酥 里头细致绵密 哇 真的是太棒了 那是这样哦 来到这儿还可以品尝到另外一种滋味 那就是臭豆腐汤 听说这高汤可是廖太太花了三年的时间 才熬出他满意的汤头 这素食汤头 底头放入了十多种新鲜食材 除了白萝卜 花椰菜等等当季鲜蔬之外 老板娘也迎合当地口味 放入了苹果丝瓜来增加甜味 台南的人做比较是比较甜味的 所以我就做比较甜味的 研发的时候我就一直怕怕这样 后来是卖给客人吃 客人说接受 他说还可以 还不错是 我就放心 刚刚那个汤吃了又真的 你都感觉很清爽 而且它的味道 人家说错过饼它会很嗆吗 当然它这个就是滋味 你吃进去那一散热就感觉到说 很好吃 对不对 还舒服 吸饱高汤精华的臭豆腐 不仅有绵密的口感 咬下去还有惊喜的感觉 在微凉的秋天喝上一碗臭豆腐汤 真的是很舒服 因为我的脚受伤 脚受伤 以前的工作没有办法做 刚好自己本身也是爱吃臭豆腐 今天朋友介绍之后 朋友教我怎么去做臭豆腐 我就开始就是尝试看看 因为树上不得不转业 尿本力从冷气维修工人 变成了臭豆腐老板 但是难事起头难 当初刚开始的时候就是炸的技术 还有那个调味的技术 到最后就慢慢就可以抓到它的诀窍 慢慢就越来越好 而身旁的太太不仅是一起打拼的伙伴 便是他一路走来最强大的支柱 蛮感谢他的 他做得比我辛苦 真的心情真的很开心 我会给他加油 人家就在说了 夫妻同心 奇力断金 说了实在是没问题 廖老板 廖太太 你们果然是最佳拍檔 因为有你们的用心坚持 才能够让我吃到这美味的臭豆腐 观众朋友 下次来台南 你也要来吃看看 嗯